你继续说 我倒要听听 这宫里还能嚼出什么舌头来 是 奴婢还听说 自打晋王加封以来 除了宫外传的那些话 现在宫里也在说 说是以前觉得没什么 但现在看来 晋王比起豫王殿下 其实不差什么 不差什么 这些人瞎了眼吗 这萧景妍 他拿什么跟景桓比 母后暂且息怒 先听他怎么说 传言说 晋王之所以默默无闻 并非他平庸 而是少于恩宠 细究下来 这些年晋王在外奔波 军功累累 连玉王殿下在内 所有的皇子加起来 都比不上 萧景妍本来就是个武人 谁没事跟他比军功 但还有人说 近一年 他一直留在京中 陛下派了好多差事给他办 所以在政绩上也不差 至于出身 年前为了祭典和月桂妃 复位一事 殿下宁曾在朝堂发起论变 其意是想表明 太子并不是皇后娘娘所出 与玉王殿下宁并无敌数之别 出身相当 但现在被有心的人翻了出来 按照这个道理来说 所有的皇子都是庶出 还说 还说 说什么 说是 竞妃在宫中越来越得宠 将来的位分说不定还要生 而殿下您虽是皇后娘娘所养 但是您的生母临终前 她的位分一直是个贫 并且陛下很少提到她 所以她的位分是极为卑微的 不过就是个五诸亲王 还想翻天不成 竞妃算什么东西 闷在宫里这么多年了 陛下哪只眼睛里有她 我倒不信了 论起争宠来 她能比得过当年的月贵妃吗 都是那些小人们去严妇室罢了 娘娘和殿下请息怒 好 好 既然现在变成靖王跟我斗了 咱们就斗吧 朝堂之上的事情哪有那么简单 就凭靖王那点根基实力 你本忙想踩她 可不会想踩太子那般费劲 孝晴妍 咱们走着瞧